公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是她却没有走父母的路 反而更喜爱表演 后成为著名的影视演员 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双料影后 被称为八十年代大陆第一美女 现在来一组公学的美照 一起见证这位精致靓丽的家人 公学的五官精致 气质典雅 演技精湛 她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 风格清新的形象 观众喜爱她犹如真爱 一颗珍珠 公学的经典作品分别有 《大桥下面》 《快乐的单身汉》 《好事多磨》 《秋海堂》等 从1979年拍季红 到1986年退出娱乐圈 七年的时间里 就取得了那么辉煌的成就 可以说 公学是那个年代 最美最有气质的女演员 为了爱情 能在事业 到天风期急流永退 远嫁美国 岁月记忆着青春的国王 却永远不曾流逝的经典 公学亦是如此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